我们继续来看 他说先讲 他说这个前面 前面这个佛上护念上腹主 这一些地藏分身地藏菩萨 那么这地藏菩萨就跟佛说 为来世尊愿不有虑 希望佛不要以此挂碍 就忧心 忧心这一些受苦的众生 这个时候佛跟地藏菩萨讲 再开始讲 一切众生为解脱者 只要还没有解脱的 那通常佛教里面分三类的众生 一个叫正定句 就是说还没解脱 但决定会解脱的 比如说正出国的 那么他一定会解脱 四双八倍里面出国相 就一定会解脱 那么如果最多一次人间玩法 不二度三二道 他一定解脱 这个是正定句 就三句 正定句 三句就是三类 正定句 邪定句 跟不定句 那正定句是圣者 就入圣流 那么他一定会解脱 虽然还没解脱 未解脱者 但是虽然一定会解脱 这种就不用太担心 但是他也一样 他一样会照善照恶 但他不会照三二道的 如此而已 那这个 那三国的 不会照欲戒的 不会拦着五一 所以他一样有为善为恶 一样有善为恶 他还是有肉的 但是他有无肉的部分 有法身 有法身 有一分两分法身 几分 那么 一种是邪定句 邪定句最主要是指 做地狱的 照顾无间业的 他在短时间里面 他从地狱出来要很久 短时间里面没有解脱的可能 没有处理地狱的可能 那这一种 这一种叫做邪定句 照顾无间业的是邪定句 但是他也 他还是从地狱出来 依然还有机会 但是短时间里面是不可能 那就是 这个另外一个叫做不定句 这无间地狱 不是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 在地狱 在地狱就是地狱业 不一定是无间地狱 无间地狱 只是地狱里面的一个 就是说你照地狱业的人 那么基本上 基本上是属于邪定句的 那么 正出国入圣流的人 是正定句 从正果到地狱这中间 的众生都叫做不定句 那所以他说 一切众生为解脱者 信誓无定 这是他的心誓 他的心誓 这个信誓 你的心比较有决定性的 但是他不是 一定不改变的 不是 一切是无产无我 会改变的 但是你的心比较偏向 善性恶性 就是事 是心事 你的心事偏善偏恶 比如说有的人贪心比较重 有的人称心比较重 有的人嫉妒心重 有的人我慢心重 有的人称心重 喜欢打架 喜欢骂 这种种的心事 是不定的 所以他这里叫做 信誓无定 都还没决定 那如果是定义的人 那么他部分来说 从现前来讲 他基本上是 已经有一定的定性在里面 但是他还是可以改变 但是在短期间里面 不可能改变 那么如果住正圣国的人 入圣流的人 那么他 他是决定向上 不太有 他还是会有恶心 一样会起贪真痴 恶果才薄贪真痴 出国算三解而已 见祸而已 见观念上的错误 但是他依然会起贪真痴 你像那个披舍区 披舍区 因为他要入关 那个入关的守卫 跟他敲竹杠 他就心里面就很不爽 那么你说 你怎么可以 因为我有钱 你就要我交比较多钱 他心里面很不高兴 很生气 他一样会生气 他七岁就正出国 但是他一样会很生气 那生气的时候 去跟Pose你网说 说这件事情你要处理 因为他们跟Pose你网很好 所关的人竟然因为他有钱就要 不然他时间到 他不给他进去 你在外面过夜啊 那你要过 你要浅一点多一点给我 你说我们过过海关的时候 也会这样 比较落后的国家 你不给他 他就给你刁难 他就很生 因为他知道他有钱 不然不然时间快到了 不然你看你赶快哦 不然我们要关起来了 他很生气啊 你怎么可以因为我有钱 就要我交比较多钱 那我在时间内啊 可是时间快到了啊 看你要不要啊 所以他很生气 他没有办法就给他钱 给他钱他觉得这个不公平 我们很多人是不在乎多花一点钱 可是不公平大意我就很在乎 那所以他很生气就跟Pose你网讲 Pose你网说好我会帮你处理 可是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小事情 他忘记了没有处理他更生气 你怎么可以没有办法处理我跟你那么好 这是国家的事怎么可以不当一回事 我跟你那么好人家不处理他也很生气 他还是会生气 出国的也会啊 他也会糊涂啊 有时候也会 但是他不会造三 他不会糊涂到造三二道也不会 他不会因为很生气 好我请黑道去修理你 我我请我请什么 他不会这样 他不会这样 那么你给我你给我一分苦 我给你十分苦 因为我有势力我有权力 他不会这样 那所以圣者跟仿佛还是有差别 但是基本上他还是信誓不定的 还是不定的 那如除了阿罗汉跟佛说不生气就不生气 说不贪就不贪 那还是会有的 还是会有的 所以信为解脱者信誓不定 恶习结业 善习结果 那这个其实就是业果 业形成果报 那这个如果完整的说就是 因为恶 先有恶念跟善念 先有善念跟恶念 那个善念不断 恶念不断就叫做恶习跟善习 因为你要相续才有力量 你只是生气一下子就不生气了 那个没什么力量 你生气很久 越想越生气 越生气越想 气到吃不下睡不着 那个就是习 那习惯性就是变成一种力量 叫做习信 积久习成信 那种信就有力量 时不时你就会发作 那么所以这个叫做恶习结业 那么你因为你的生气 没有相续不断 所以你就会造作 就会造作恶习 就会让你气到不行 要骂他 要打他 要想办法报复他 那基本上这个就叫做恶习结业 因为你的恶心 因为你对境界起的恶心 那么没有断 没有断 所以你就会造恶业 造恶业又不断造恶业 就会什么 受恶 就会受恶的果报 所以这里就变成恶习结业 恶心不断成恶习 这个如果仔细讲是这样 恶心不断成恶习 恶习就会造作恶业 结业 结就是形成 就会造作恶业 造作恶业不断 就会受 就会受什么 恶果 果报 所以因缘果报是这样 那么善 善一样 善心就造善业 善业不断就成善的习惯 你有布施的习惯 你有慈悲的习惯 你有救护生命的习惯 这是一种好习惯 所以好习惯叫做失螺 好习惯就是戒 就是失螺 失螺就是好习惯 就会清凉 没有热闹 那么善习善心 善念习惯就变成善信 习就习信 那恶念习惯就变成恶信 我们知道恶信重大 基本上都是因为念念相续 所以善念成善习 可以叫做善信 恶念成恶习叫做恶信 恶信 恶信形成就会造作恶业 恶业就会感受恶报 恶报就会受苦 善念形成善信 善信就会造作善业 善业就会得善果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这个恶习结业 那么恶习结应该是恶习结恶业 恶念 恶念 恶念成恶习 恶念不断成恶习 恶习造作恶业 恶业不断形成恶果 善念不断成善性 成善习 善的习性 善习造作善业 善业就会结成善的果报 就会造成善的果报 详细来讲是这样 简单讲叫做恶习结业 善习结果 那业跟果 业成熟才会受果 业成熟才会受果 所以也可以讲 恶习结业 善习结业 恶习结业 恶业结果 善业结果 是这样 好 那么为善为恶 就是你有可能造恶 可能造善 因为信事不定 你不定 所以逐境而生 轮转无道 战无休息 战无休息 就是无战 没有战时的休息 一直在轮回当中 佛法叫做长夜轮回 或是长夜生死 那在五道里面 轮转五道战无休息 就是长夜轮回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为善为恶 逐境而生 好 那我们就来讲这个 那他 刚才我们说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就是生死流转的元旗 那么这个是四 那这个是五蕴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为善为恶 在这里 因为这个是五蕴生里面 五蕴 五蕴生他是一个果报生 可是果报生怎么造业 在这里 六路促说 在这里 跟这个相应 跟这个相应 六路是内六路跟外六路 那么 讲六路一定都是 心境护为元旗 这个是色真 这个是身心护为元旗 这个是元旗 这个是身心护为元旗 那这个是一夜流转 夜感元旗 因为夜感召的这个身心 这个主要叫做夜感元旗 那么这个是跟名色 身心护为元旗 这样的身体有这样的心 这样的心又有这样的身体 那么身心护为元旗 我这样的心 那么让我的身受到影响 我的身又让我的身心又受到影响 那么这里是讲心境护为元旗 那这个是夜果产生的烦恼 杂染 那么内六路 我们的眼耳鼻舌声 这个是照夜的所在 照夜的根源 照夜的根源是从六根的六层 眼睛看到的境界 耳朵听到的声音 你看到这个人给你不好的脸色 看到这个人给你好的脸色 听到这个人骂你 听到这个人赞叹你 那么种种的这一些都是境界 所以这个Y叫做沉静六静 这个叫做六根 那么六根对六静的时候 这个是会起作用 心啊 心事 心事会起分别 所以这里叫做心事 性事不定 就是你那个习惯性 你那个心性 心性分别杂染事 这个事是了别 那么因为你的名无名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你当你六根对六层的时候 六根对六层的时候 那么是 所以叫做跟近事 跟近事 好 跟跟对近的时候 是就在眼 你的心事在眼睛上对境界 对这个射程起了别 在耳根上 对透过耳根 对这个 对这个声音起了别 分别 这个人在骂我 这个人在赞叹我 这个人 这个东西好的 这个东西不好的 这是花 这是大便 那么这错位一样 都这个一样 在境界上起分别 起分别了之后 他会跟你原来的 业跟心 你有智慧没智慧 那么会产生连结 就是你原来都是没有智慧的 你习惯性 你的习惯性 听到别人骂你就骂回去 这是一种习惯性 也是因为你无名的心 因为无名所赋 爱者所惜 就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这个你骂人 未来会产生业果 会有恶业 会有恶 你现在起恶心 恶心不断会有恶业 就这里的 恶习结业 善习结果 善习结业 恶习结业 善习结业 善业结果 恶业结果 是这样子的 你不知道 所以你 因为你不知道 无名就是不知道 你不知道会有这样的因果 所以当你 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心 无名的心 无名的心 相应 所以叫做无名相应 无名相应 你感到苦受 你就会洗称恨心 你感到热受 你就会洗贪爱心 不鼓不乐 你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 你不理他 但是你也不知道 你现在心的境界 就是你没有去觉察心 无名相应 就是不如理思维 就是不正思维 对于境界不正思维 或是不如理思维 没有正思维 那么名相应 是对境界有正思维 那么你了解了 你不正思维 无名相应 你就会起贪嗔痴 你正思维你知道 有贪之有贪 无贪之无贪 有贪你知道为什么有贪 有称你知道为什么有称 那你知道贪跟称是烦恼 无贪你也知道无贪 这下面无贪之无贪 你也知道我没有贪心 那么我要保持这个没有贪的心 有贪我知道 有贪我要怎么样 要有贪 有称就是胃 胃就是胃着 执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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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烦恼 所以你知道 你知道这个 你知道苦是从烦来 烦是从烦恼来 你必须 这个是生死的流转 你必须要灭掉这个因 你才能灭掉这个果 那么所以你必须要用正确的方法 来灭掉这个烦 不让它形成烦 那烦不形成 苦果就不会形成 就不会散习 你只有你不会饿习结业结果 你只会散习结业结果 会这样 所以你知其过患 当你有贪有称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贪称痴的过患 烦恼的过患 所以佛法只有除烦恼的法门 佛法只有除烦恼的法门 就是除贪称痴的法门 没有消灾难的法门 因为灾难一定从业 业一定从烦恼 烦恼不除灾难不能除 业果如果成熟了 佛都要受 佛都要受酒醉罢 业果成熟都要受 所以基本上 你要知其过患 知烦恼的过患 能够怎么样 能够远离 观这个身如病如庸如刺 老汉 观这个烦恼如病如庸如刺 一样 那么你能够远离 那怎么远离呢 你要知道 你想要灭苦 你必须要没有业 那你想要灭苦 没有业才没有苦 苦就是生死轮回 那么你要灭 你必须要有道 道不离开 医道修行 医法修行 那不离开戒定会 那如果是菩萨大 这是六度四射 你就不离开这个东西 那么这样你才有办法 不足物流转 你触境细心 这个境 就是这个 那你就是足境 基本上就是这里说的什么 那么他讲到哪里去 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里面 为三为二逐境而生 就是这里的逐境而生 就是你追逐这个境界 这个就是境界 在这里看不到 逐境追逐这个境界 追逐这个境界 然后生什么 生种种的烦恼 所以在这里逐境而生 在这里逐境 在这里受 无名相应的时候 这个触就是你触对境界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就要有流反 所以在这里 在这里受想行 你如果没有了 你就逐境而生 逐境而生就逐物流转 就在这里 你看这里就是逐物流转 这个物就是这里的境 六根六成的境 所以这里讲的 其实是告诉我们 我们众生 我们众生之所以一直受 那么基本上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触对境界的时候 你有没有活法的思维 如果你有活法的思维 你知道一切的苦都从烦恼有 一切苦都从一业而有 一业而有人为 行就是业 行是贪爱所形成的业 贪爱是从无知来 愚痴来 所以阿含经 中阿含多界经讲 一切一切不幸的事 一切招事苦难 悠患多从鱼吃生 不知道因果 不知道业报 不知道缘起 不知道四地 不知道无我 由于不知道 所以不断造业 造了业受苦 又起烦恼 起烦恼又造业 造业又受苦 因为苦又起烦恼 就这样不断循环 所以他这里讲就变成什么 逐境而生 轮转五道 暂无休息 就是没有暂时的休息 应该是无暂休息 就是无有暂时的休息 就是一直在轮转当中 一直在轮转当中 动经成解 就是 动不动 意思就是说 轮转的状态 一下子过了一节 一个成点节 成解是成点节 一般讲时间很长的观念 有两个 一个是真减节 一个叫成点节 真减节就是人寿从十岁 一百年加一岁 一真一百年加一岁 加到八万四千岁 又从八万四千岁 一百年减一岁 减到十岁 这样一真一减 叫做一节 叫做一节 这样叫做一真减节 那一般人把它这样算起来 是13亿年 就是一真一减 是三亿多年 那么这个是一大节 那一下子就过了 这样轮回就过了 一下子就过了 一大节 那这个成点节是 大千世界 三千大千世界 所有的东西都把它磨成灰尘 一个灰尘是一节 那是看起来更多 那这样 这个灰尘一点 一个灰尘是一节 一个灰尘是一节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灰尘都没有了 就这样看有多少灰尘 就有多少节 这样是一大节 那他的意思 其实是形容 印度很会 印度的形容词 非常的丰富 就是很多的形容词 如恒河沙 那么这些都一样 他的意思就是 在非常长远的时间里面 你都没有办法脱离生死 那么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不知道佛法 无名 所以无名是一切生死的根本 无名 从前的讲 不知道因果 不知道业报 不知道善恶 所以就是世间的四种证件 不知道有凡 不知道有善有恶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不会分别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把恶当善 把善当恶 那么 也不知道 这样做造作 有业 也不知道 这样的业累积会有报 不知道业 不知道报 不知道善恶 不知道业报 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也不知道业报 过去有未来 有过去有未来 也不知道有凡有胜 不知道可以解脱 也不知道解脱的方法 古籍灭道就是 生死 有因有缘 世间急 那么 有因有缘 世间灭 那么你的 你的生死 苦 你的苦乐 都是从业 业 都是从烦恼 那么善业 业都是有肉业 那么有肉业 就是有解脱 有不再受沦违 不再受苦乐 那么你都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所以你不会 你不会向善 向善 向解脱 你知道了 你就会向善 向善 向解脱 你就会离恶 离欲 离烦恼 你要离恶 离欲 离烦恼 你才能够向善 向善 向解脱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是佛法 带给我们 的一个最重要的观念 你不知道 不知道 你就一直造业 你一直造业 那你修行 你不知道方法 你用 你用 你很用功 你很精进 但是方法错误 不能得解脱 像很多人 赚了很多钱 为了答谢天地 天地 服役他 所以杀了很多牛 以前婆罗们也这样 杀了很多牛 那么要怎么样 要去卸天 结果因为杀了很多牛 这牛天也不吃 天不吃人间的糟糕死 天人吃得比我们好 那不吃你这个东西 就好像你家的猫 为了感谢你养育他 咬了一只老鼠要给你 你也不吃啊 那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以为 天人过得比我们好 他吃得比我们好 那我们杀这些去供养天 佛陀有讲过 这一些牺牲技师 他不赞叹 这个是造二月而已 造二月 三月一点都没有 天人也吃不到 天人也不吃 但是你杀了这么多 你要去谢天 祭天 结果反而 你自己造杀院 这个是很愚痴的行为 可是大家都这么做 所以一样 一样 那我们有时候 长展很多愚痴厌 那么我们认为 这个是修行 我们认为 这个是造善厌 你要先分别这个 因为你愚痴 所以你就一直在造厌 你一直在造厌 那你一直以为 这样是修行 错误的 像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 我们有很多法会 其实有很多也是邪见 这个根本不是佛法 但是你以为这样 这样就可以 这样就可以超度 这样就可以离苦 那么这样就可以灭苦 其实不是 灭苦一定 佛法苦即灭到 你不知四地 你就不可能出生死 所以三果第一个 当然断生戒 可是断生戒应该要 就是前面的借进取 跟乙要先断 借进取就是非因 基因 非法所法 这个部分你不知道 你没有办法真正的修行 你没有办法真正修行 你没有就是你 你没有修行 你就不可能 你就不可能灭烦恼 不灭烦恼 你就不可能不造厌 所以你不知道 所以你就一直用错误的方法 要得不到证悟的正确的结果 累结的苦行非涅槃因 就是普通门 天天都穿白衣服 尽量让自己一身白 那么你就有善业吗 那么你你造作的恶业 你到恒合里面祈祷 那恒合的圣神就洗去你的恶业 那不可能 这样你静了一辈子 你都没有办法消除恶业 那一样的道理 你修了一辈子的苦行 很精进 很用功 很感人 没有办法解脱 那么一样 佛教徒最重要的就是 要有智慧 不能愚痴无知 那么这里在讲的其实是这样 都是为善为恶 逐境而生 轮转五道 没有暂时的休息 动经沉洁 迷惑 掌烂 迷就是迷失 或 迷惑 其实 这个惑气就是环绕 就是无知 无明 无明叫做惑 所以叫做惑业苦 因惑造业 因迷而有惑 如果你不迷 正信 正见 你就没有惑 所以 你当你 所以就是明相应 跟无明相应 这个就是惑 无明就是惑 因为惑 起业 造业 行就是业 行业 因为惑 造业 造业就轮回 轮回就受苦 就有这些苦 就有苦 那个开始 出生 出生 生到死之间 生到死之间 这个是下一次的生 下一次的生死 这个是你累积了 爱取有 你累积了下一次的 生死的业 就在这里 欲有色有无色 你累积了下一次的业 那么一业又感召生死 不管你是欲界的业 色界的业 无色界的业 欲界里面 三三道的业 三二道的业 那么又开始出生 出生为人 出生为天 出生为 出生 出生在地狱 然后又生死 生死就这样 那你累积了 那你这个月从哪里来 月从造作来 爱取来 爱取从哪里来 爱取从这一些 六根对六成的时候 无名相应来 所以当你有名的时候 当你有智慧的时候 你一样 你一样六根对六成 凡夫跟圣者 一样六根对六成 都会促进细心 一样 一样都会促进细心 但是促进细心之后 有没有逐步流转 凡夫跟圣者就不一样 他为什么不逐步流转 因为他有名 他名相应 他有智慧 别人会因为这样生气 打人骂人 你不会 都会生气 但是生气会不会打人骂人 这个就有差别 会不会再造业 会不会再造业 所以有智慧的人 一直造业 诸恶莫作 重上奉行 自尽其义 那没有智慧的人 就是一直在造恶业 不太造善业 那一直有烦恼心 那么所以他重点就在这里 起分别 所以 或起或造业 无名 所以无名 这个是或 迷惑 因为你没有正信 你没有正信 你信外道 外道没有讲这个 没有讲缘起 没有讲夜报 他告诉你 你拜神 祈祷神 就是修行 那不是这样 所以你因为没有正信 所以你没有正见 没有正见 起不了正思维 没有正见 正思维 没有办法正与正业正面 没有办法正念正定 正经济 所以你没有办法得解脱 你脱离不了苦 你有智慧 你有智慧 就 你有正信 你有正见 像佛陀时代 你信婆罗门 信六四外道 那个都不正信 你信三宝 有正信 但是有正信 不一定有正见 像我们信三宝 有正信 不一定有正见 那有正见 不一定有正思维 你也知道缘起 你也知道因果 可是你的缘起 不是佛说的缘起 你的因果 不是佛说的因果 你的因果是 我念佛 佛就会帮我灭灾 我念佛为因 佛把功德为我为果 佛加持我 我会帮我灭苦 那这个不是佛说的因果 佛说的因果是 制作业 制受报 制一指 法一指 这个是佛说的因果 就是说 佛说的因果 基本上 我若不做 不得果报 我 我如果没有做 不得果报 我若做者 必不失 我如果做的 也不会消失 我若不制作 不从他的 我如果不自己做 我也给不了我 我若做了 佛也帮我拿不去 不管是善业恶业 那一样 所以你了解到这个因果 那一般我们佛教徒都讲因果 可是我们的因果 不是佛法中的因果 所以你的证件不一定有证思维 那因为你没有常常如理思维 没有证思维 你的证件会退失 会变成邪见 那么邪见 就有 就你的行为 就逼着你的邪见 开始造作 你就杀身 你遇到事情 你先去佛前点一盏灯 然后需要那盏灯大放光明 你的前途一路光明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没有智慧 你要考试了 先去拜谁 拜文殊菩萨 又怕文殊菩萨不保佑 拜文昌帝君 然后念个什么做 让你可以比较考试顺利的 那其实这个都不是佛法的 佛法的正思维 那你知道 你只知道文殊菩萨代表智慧 所以跟他求智慧 不是智慧不是求来 是修来 文殊菩萨再怎么有智慧 不能给你智慧 观音菩萨再怎么救苦救难 不能让你不修行 就消灾免难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如果可以 诸佛菩萨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应该让一切众生都消灾免难 不用你求他 他就会给你 因为他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你跟他没有缘 他也想要利益你 何况你跟他有缘 何况你还求他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佛最大的慈悲就是告诉你 最大的威德力 就是让你知道 你要怎么做 你可以离苦 告诉你方法 教导你 不断的教导你 循行善诱 尊尊教诲 再三叮咛 反覆嘱咕 就是讲这个 所以因为祸 造业 因为业就开始有这个生死苦 所以迷惑 因为你不正信 迷信 迷信盲信 没有正信 所以你就会怎么样 起祸造业 就会迷惑 祸就是无名 就是烦恼 那么有无名 无知 无知无名 起烦恼就会造业 造业 不断造业 我们现在也在造业 可是我们可以终止 就是不那么造善恶道的业 所以你知道你在造业 也知道业会让你有生死苦果 所以你现在只造善业 不造恶业 所以这里讲的就是 你没有 因为一般的众生迷惑 障难 因为迷而起祸 因为迷信迷思而起祸 起见祸 失祸 那么起种种的无知 那么就会形成什么 形成三战八难 业障 暴障 烦恼 那么暴障 果报上的障碍 若三二道 就是暴障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生起智慧 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苦 果报上你必须要受 这个是暴障 你在三二道里面 那么业障 你短命多病 你也知道了 但是你的寿命不长 你的身体不好 你没办法 这又业障 那么 你的八难 你身在 你身在边地 难 八难 你身在边地 没有佛法的地方 遇不见佛法 那么 这个身在佛前佛后 虽然在佛前 你又五官六根不具足 没有办法听闻佛法 没有办法修学佛法 那这一些都是障难 障就是障碍 障碍你解脱 障碍你受福 障碍你不受苦的 就是会让你受苦 障碍你没有办法得到福报 障碍你升天 障碍你做人的 障碍你解脱的 那么 那就是你没有办法 因此理解佛法 得到佛法的种种困难 难以学佛 难以修行的 那么这个 右边我们叫做八难 那么三途也在八难当中 乃至于你 只是为了 享福生到长寿天 生到北去如洲 到没有佛法的地方 过安定的生活 但是这一生过去就没有了 那么来生就很难说了 所以这一些 这一些都是因为迷惑来 障碍是一种果报 那么我们说 暴障 夜障 烦恼障 因为烦恼你不想学佛 因为夜暴你不能学佛 因为夜你不能学佛 因为果报你不知道要学佛 因为暴障你就没有办法学佛 夜障你想学佛 学不了佛 烦恼障 你不想学佛 你知道有佛 但是你不想 你起烦恼了 我再也不要了 那么因为一件事情 起烦恼就不要了 那么一样迷惑战难 就是一直在这种情况里面 如鱼如往 这个如鱼如往 一般来讲 比如说 这个阿安鲜里面 我们把这个擦掉 那么这里有一个比喻 他说 我们轮转五道 动尖沉浅 迷惑战难 就好像 下面一个比喻 如鱼游往 僵世残留 脱路占出 幼腹遭往 那么这是在形容 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 这个残留 是生死残留 生死残河 这河水不断在流 我们的生命就不断的生死流 这个就是生死残留 就生死流 生死流 烦恼流 生死流 叫爱河 那么如鱼游往 基本上 我们在生死残河 生死这么长的河流当中 不断生死 一直生死 一直生死 那么这个 这个不得自在 所以叫做生死 有时候叫生死罗网 生死就好像一个罗网 你出不去 那有时候叫做火宅 那么 欺负 你出不去 时间到了 那么死了 火烧完了 就一直烧一直烧 那么 所以 你看杂瓦 佛跟月就在天井中 彼当到彼岸 如鱼 绝其网 你只要在生死河流之中 随时 时间到 就好像 被那个 被那个渔夫用网 网起来 被奸草 阻扎 那么 你不得自在 所以你必当 必当要什么呀 必当要 到这个河 出这个河 佛 杂瓦 有一本经叫做 辉河御经 辉河御经 就是 那么 所有的众生 都好像在一条河里面 辉河御经 辉河就是热河 很热的 辉河 就是热闹的 辉河御经 一样 他是讲 所有的众生 都在这条河里面 载浮载成 那条河流的环境很不好 那 在黑暗中的 那条河没有光明 很黑暗 那么知道的众生 就要赶快 大家都不知道要脱离 也不认为能够脱离 就是在这条烦恼河里面 生死河里面 大多数的人不知道要脱离这个生死 就这样 反正大家都一样吗 都是这样 生死生死吗 然后 所以 大多数人不知道要脱离 老数人想要脱离 也不知道如何脱离 少数人要脱离 也不知道要如何脱离 因为那么长的 那 曾经想脱离 但是没有 没有够力量不够 又被冲回来 所以 他也觉得没有希望可以脱离 突然有一个人 发精进心 发永本心 而且决定要脱离 想尽一切办法 用尽一切方法 那么后来真的脱离了 这个就讲佛 如来就是这样 老病死的生死河里面 那么他回来告诉别人 站在上面告诉大家 你应该用什么方法 我刚才是这样 这样从哪里从哪里脱离出来 你应该也要这样 可以脱离的 决定 决定可以脱离 可是大部分的人不相信 觉得那个是幻听 那个那个是骗你的 因为他听到这个声音 以为这个是骗你的 哪有可能 那么多人都处理不了 所以就有些人就没有采取行动 但有些人听了就这样 好像佛弟子 就慢慢一个一个脱离 那这个是表示在我们在生死 生死长河里面 这个长流 河流 其实就是指 生死长河 那么 江氏长流 就是在这个生死长河里面 脱入战出 那么即使战死 那么 脱离比较困苦的境界 但一下子又被 让卷进去 到浅的地方 那就是仁天道 那三二道就是比较苦的地方 即使暂时脱离 比较苦 这个 脱入战出 就好像 你好像要脱离了 但是不晓得 没有多久又被捡回来 又堕落了 不小心又掉下去 所以一直在河流里面 又一直在河流里面 然后 他 他讲的是 如鱼有网 这个鱼 要 在网里面 那么 他暂时 人家下网 就是人的生死 是一样的 那么 你好像脱离出来之后 然后没有多久 又被网网住了 那一样 又复遭网 在生死场 你只要没有脱离这个河流 你就永远有被网罗的一天 只要你没有脱离这个水 你随时 都有被网网的一天 今天暂时没有网到你 下一次 他明天再来 又下午 你就是下一次被网 下一次没有 下下一次可能是你 所以 脱入战出 暂时没有被网到 或是被网到 暂时脱离 下一次 下一次又轮到你 所以 生死生死 就一定不断在这样的轮回 所以 又复遭网 所以你看 我跟月之在天子讲 那么 一定要 一定要 比当到比 你一定要发这个心 发出离心 那我们不但是出离心 我们还有什么 普提心 普提心是建立在出离心 因为你没有处理 你怎么可以 告诉别人路怎么走 你自己没有走过来 你怎么知道 这样走是有效 所以你自己要有修 制作叫他做 你自己要发这个处理心 而且你自己要这样修 你会很确定的告诉大家 我是这样修的 这样修有效 你可以这样修 那佛陀 灰何欲经里面 我是这样走出来 但是有些人还怀疑不信 真的可以吗 不信 所以 基本上 基本上 他说 彼当到彼岸 如雨绝其晚 就好像一条 要破这个网 一样 破什么网 生死罗网 破生死罗网 那么 先要离三恶道 地藏经的 地藏经的 本意在 先离三恶道 那么在 人天上 怎么样 出三恶道 因为你在三恶道 你没有办法出三恶道 三图巴纳 没有能力 也没有方法 没有力量 可以出三恶 那么你 你有出三恶的力量 但是 菩萨道 不出三恶 所以地藏经 地藏经 地藏菩萨也是一样 常在这个说佛 度化众生 你有 这个其实是菩萨道 就是 世出 人天道 人天道 是离三恶道 是世间道 但是离三恶道 解脱道 就出三恶 就出世间道 菩萨道 是世出世间 你有出世间的能力 但是你不出世间 你不出生死 常在生死中 利益众生 其实是这样 所以他这里讲 如鱼有网 僵士长流 脱路站出 幼腹遭网 就好像一个鱼 那么一直在河里面 他总有被罗网网住的一天 你只要在生死里面 你不入正定句 你都有可能 舵三恶道 只要你没有入正定句 什么是正定 正见真上 最少要正见真上 正见真上就是你对佛法的 世地缘起 非常的深刻 叫做 无量寿经叫做 深信 因果 深信 不是浅信 不是迷信 不是盲信 是很深刻 有智慧的理解 这个叫深信 那么你才有办法 这个 阿安经叫做正见真上 落父 有世间 正见真上者 虽经百间解 终不多恶道 所以你必须到这个层次 这个层次正见怎么来的 正见要不断的 多闻熏息 如理思维产生的 你虽然听的是正见 但是你也邪见正见交互听 你自己又不如理思维 你的正见就会退死 从哪里知道你没有正见 从你的行为就知道你没正见 你欲有事情 欲有事情 念个咒 那么那么点个灯你就要消灾免亮 就知道你没正见 为什么 这个不是正见 因果观世纪不是这样讲的 那所以 所以 我们 八正道里面正见正思维是互为因果的 一正见起正思维 常常如理思维巩固正见 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正见不巩固 你一开始听闻的正见不巩固 听伯大都也听伯说法 是不是正见 正见 但是他没有如理思维 他没有如理思维 他所以他会觉得说 我也可以做 佛不是我退位让你做的 不是像国王一样 他说 世尊你可以退位 我来做新佛 佛不是你退位可以做的 佛是你到达那个层次得一切字 你才做 哪里是说释迦佛退位 然后下一尊来做 不是这样的 那我 我给你的 又不是做助持 助持可以这样 助持可以说我退位了 那我的徒弟做助持 对不对 我交代给你 我给你做助持 佛哪里可以说 那你退位我来做 你看 从这里就知道什么 他没有正见 他甚至对佛的概念都不清楚 然后他后来怎么样 他害佛 你看 已经没有因果关了 难道他 他以前不知道因果月报吗 不知道五无间罪吗 他知道啊 那后来 后来莲华瑟比丘尼去劝他 他更生气 一拳就把莲华瑟打死 你看 那所以从他的行为之道上 他没有正见 可是他一开始不是有正见的吗 12年中用功啊 提伯达说12年中用功不犯 不犯威亚 聪明啊 舍利不夸张他 这个人很聪明 他后来怎么会变这样 没有如理思维 没有如理思 你看周利盘多久 那么愚痴 一句四句句都记不起来 修行的 修行的法门都记不起来 可是人家如理思维 佛头叫他 佛头叫他扫地 叫他扫 负责讲堂 弄干净 扫尘出购 扫尘出购 他如理思维 佛头叫我扫尘 什么是尘 烦恼是尘 什么是购 恶喜是购 不好的习性是购 那么 随进使你的烦恼是尘 我要扫尘出购 我不是服外在的尘 外在的购 我要服新的尘 新的购 所以 他因为这样有贪之有贪 他起了烦恼 他跟比丘洗脚 比丘洗脚他不会起烦恼 为什么我要帮你洗脚 你不帮我洗脚 他不会这样 他会洗得干净一点 我要服尘出购 这样如理思维 你看他就有智慧 他过去的智慧就升起来 他以前因为我慢 那么令法 不会别人说 我辛苦得来的佛法 怎么可以那么便宜就跟你讲 所以他 他不会别人说因为他这样长到 现在他谦卑慢心 以前是傲慢心 现在是谦卑心 他就除去他的傲慢心 因为这样他服尘出购 服尘出购 因为如理思维 因为如理思维 我跟一个比丘讲 说不是你的东西不要拿 那一般我们听到就是什么 非如物莫取 不是你的东西你不要拿 他听到了如理思维 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拿 我不要拿 那什么是我的东西 色素想行事都不是我的 从这样入无我 得解脱 你看 都是因为如理思维 会解脱 会轮回 都是因为你如理思维 不如理思 一句话 一句话 你会想不会想 一个境界 你会关不会关 你看见树叶掉下来 你看见书叶掉下 你想什么 冬天到了 一年又过去了 可是圣者怎么想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想这个 一切法是缘起的 一切法是缘起有为 心因缘生的 任何的境界都是这样 所以他很容易 很容易就入法 知法入法 见法得法 这个是阿罕经教的 我们在境界中容易迷失 就这里讲的 容易迷失 迷失了就起祸造业 现在你会关的话 在一切境界中 你会关 如实正观世间级 如实正观世间面 所以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会 那么 你 不断不断 你一下子又入山的道 但是 我们说 你要正见真上 正见真上 你在河流中你就绝对不会 即使你还在生死河里面 你不会遭罗网 三恶道的罗网 三恶道的罗网 地狱的罗网 网去了 这个人网去 火烤三次 火烤鱼 就地狱 那么类似像这样 那么 你这个畜生道的罗网网去了 做畜生道 这个恶鬼道网网去了做恶鬼 然后五道 五道的罗网 一下子这一生 然后就去了 这一生去了 就不断不断 生死残河里面 不断在什么 死了又来 死了又来 又在河里面 又在生死河里面 但是有智慧的人 虽然在生死河里面 不遭罗网 菩萨就是这样 在生死河里面 他不会造作恶业 不遭罗网 因为不造三代道的恶业 他就不遭罗网 他虽然藏在河里面 但是不遭罗网 因为没有这个业 其实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当时大部分的人不知道 所以我们说证件很重要 要传播证件 要修学证件 你没有证件 你没有证件 那么很容易 很容易造作恶业 你还以为在造作善业 你修外道 你还以为在修佛法 你表面是佛教徒 但是里面 是外道 当你一直以为你这样修学要得解脱 要升天 要往生极乐 我告诉你没有 外道修苦行 一辈子举一只手 一辈子不吃饭 一辈子不睡觉 他能解脱吗 他也不能解脱 婆罗门天天做法会 大大小小的法会 念大大小小的奏 可以得解脱吗 不能得解脱 所以 我们不了解 我们会以为我们修的是佛法 因共佛过 以为怎么样 我用这样共有天神 天神就把他福报给我 就替我消灾免难 你共佛都没办法这样 何况是共那些天神 你共佛佛都没有办法给你福报 那你说那我们还要共佛吗 共佛是感恩心 是恭敬心 佛法从感恩中得 从恭敬中得 是这样的 是为了培养你这个感恩心跟恭敬心 那么你有感恩心有恭敬心 你容易 这个心 虔诚专注 你容易从佛法中得到利 但是你单单有感恩心 恭敬心 你没有正法 一样不能得到利 感恩心 恭敬心本身是有利 虔诚专注 本身是有利 但是这个利益 利益到哪里 不一定 外道也有感恩恭敬心 他也有虔诚专注的心 可是 他最后到哪里要看他的业跟他的心 他的愿 不一定 所以你学牛 持牛戒的时候做牛 他也没有造五戒十二 没有 他为什么会多出生道 知见不对 愿力不对 他学牛嘛 天天想的都是牛嘛 他造牛的业他当然就做牛 那很多佛教的到鬼神道的面 我告诉你很多时候都堕入鬼神道 都是跟鬼神打交道 都是祈愿的都是鬼神 修的都是鬼神道的 那你还不堕入鬼神道 那什么这个 这个就是因果 如是因如是果 那这个要 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 佛法已经都迷失 就是这样吧 迷惑障难 迷信嘛 然后迷惑了 然后所以就给自己造下种种的障难 障碍 障碍跟困难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以事等辈 无当忧念 这样的众生啊 我很忧虑他们 忧心他们一直在受苦 那么这些 这些奴迹 必是往愿 我相信如远法师会这样 那么说法也是这样 也是这种心啊 对于 我也是这种心啊 这对这样的佛教徒 我们心里面很不舍 觉得 既然都学佛 而且那么虔诚 对不对 那么发心 虔诚发心 那么在佛教里面又这么用心 结果 结果 却是不好的 那么 这样 以事等辈 无当忧念 所以 普提基是什么 不忍众生苦 要怎么样 不忍圣教书 众生受苦是因为没有证件 圣教书呀 佛法的圣教证法 没有流传 流传的都是相似佛法 因为圣教书众生才苦啊 不能依教 奉行 不能依法修行 又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啊 其实这样 圣教书众生才苦 众生苦是因为不知因果 不知月报 不知世帝 不知缘起 不知我 那么所以他来受苦的啊 没有人告诉他 没有人引导他 所以 他一样话无辱啊 有样学样啊 所以常常都是 上面的 上面的人 前面的人 前面的人 告诉我怎么做 我后面的人就跟着怎么做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 告诉你拜你就拜 告诉你念你就念 告诉你起来就起来 告诉你回去念一千遍你就念一千遍 照着做就好 不是这样 他这样做一定有这样的道理 你要知道其中的道理 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 然后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上面的人装神弄鬼 下面的人疑神疑鬼 就这样啊 到底是有没有 到底什么时候来 到底什么时候 都是这样啊 前面的人装模作样 后面的人就有样学样啊 好像是那么一回事 实际上都不是这么一回事 真的这个我是看太多了 那我们 觉得 这么多学佛的人 这么虔诚 这么善良 这么发心 结果是这么愚痴 这么可怜 那你必须要 就是说 这个其实就是你为什么要起大悲心 为什么要起普提心 那你自己必须要走过来你才知道 不然你哪里知道你自己要修得确实是这样 这个药有效 你看很多人 很多人 因为生病要去买药 可是买到的都是假药 吃了 花钱又伤身 很多是这样子啊 但是你可怜他 你花钱至少不伤身嘛 对不对 那你花钱又伤身 当你觉得这个药有效的时候你就不会去找真正的药 你不要你这个你就觉得有效 你就会只是这个药 你不会去找真正的药 你找不到真正的药治不了真正的病 你没有正法治不了你的苦 没有办法当你真正得到利益 那这个其实是 我们学佛的人要很清楚知道的事 可是 现在问题是我们大部分都不知道 以盲隐盲 要不是以盲隐盲 一个虾子带着一群虾子 就是自欺欺人 自己也不知道 然后告诉大家 这样做就是了 这样做就有效了 自己老实讲也不知道有效没效 都是这样 那这样 伤身怎么办 佛法怎么办 修行怎么办 你看 那你看 大家都是这样 所以所以现在我们自己要走正路 那么也要出来告诉大家走正路 这个就是地藏菩萨讲的道理 你看 所以分身地藏 那他从他前面到这里都要讲这个东西 好我们再往底下看 是时间到了吗 好 所以 我们把这一段讲完就好 奴迹 奴迹避世网约 你既然 你既然要完成 因为他过去有这个誓愿 礼节众事 就前面已经有发这个愿 那么 广度罪辈 广度这一些罪苦的众生 这一类 这一类的罪苦众生 那么 无复合力 那我还有什么好忧虑的 就交给你们 那其实就是这样 那 一样 那么我们在学习佛法上 一定要有这种心 就是什么 护持佛教 护持佛教 当仁不让 因为佛教才能真正利益众生 修 修持佛法 舍我其谁 我就是要这样修 别人这样做不这样做 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是要这样做 那么 只有真正的佛教 才能给众生 真正的利益 那也 也唯有我 真正得到 佛法的证件 我才能够引导 别人 所以 修持佛法 舍我其谁 别人修不修 我不知道 但我一定要修 我一定要走这条路 别人做不做我不知道 但我一定要做 我一定要护持佛教 为了广大的众生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观念 好 那么这样 你知道 交改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交给分身地藏菩萨 释迦摩尼佛 一样 交给这些比丘 比丘又教这些居士 居士又成就 就这样 佛法就可以怎么样 正法九柱 法轮常转 只有正法九柱 法轮常转 众生才可以真正 一直都得到利益 你下一辈子再来的时候 你可以闻到正法 为什么 因为你过去护持正法 修持正法 当你护持正法 修持正法的时候 从 从一佛果到一佛果 终不理佛 不管你生到哪里 你内在 自然而然会应 生起佛法的思维 你会如理思维 那是一种习信 那因为你常常护持正法 所以你一定会遇到正法 那是一种因缘 一切都是医院的 一切都是医院 众生也是这样 本所思愿 本行所做 本行就是过去的愿 决定他这一世 过去的愿 决定他这一世 什么样的因 什么样的缘 本行所做 过去的愿 感召到这一生的 不大 过去的愿 引起这一生的缘 如是因如是缘 你会遇见什么人 会发生什么事 跟你的愿有关 那你会 你会产生什么样的苦乐 跟你的 业有关 所以 本行所做 本所实验 如果你经常在外道上 词维 在外道上造作 你就是感应到外道 你未来就容易 遇见外道 相信外道 修学外道 你现在开始 你现在开始 一直在证件 在证法上 你未来 不管生到哪里 医院 医院 你就会 遇见佛法 遇见证法 相信证法 修学证法 然后再从证法中得到利 一定是这样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 大家合掌回向 愿以此功德 不及于切 我等与众生 接共成佛道 好